地近岩绍时的书房在东宫北处,出入此处能远远瞧见北雀阁。 地子园上次来东宫还是为了北雀阁后的长丝花,一晃又是三年过去了。 他以前不觉得时间一逝,这几年年岁见长,买手正式,越发觉得时间过得快,有些事容易忘记。 北雀阁隐隐可见,不知怎的地子园心念一转,在小径分岔路上拐了个弯,绕道朝北雀阁走去。 长丝花在北地南火,也不知今年的花还开得如何了。 远远跟在他后面的地近岩,眯着眼,嘴角带着笑,也不吭声,默默跟着他走。 未进北雀阁,不高不低的争执声隔着院墙落入地子园耳里。 他脚步顿住,眉头皱起,朝不远处望去。 北雀阁外,地成恩一身素衣,正沉着脸不耐烦地看着店门前拦着的侍卫。 他身后立着几个侍臂,侍臂手里的盒子想必是从寒夜书房里取的字画。 混账东西,太子虽然不在,可这东宫也是他在世时的居所。 我不过是进去拿几件先太子的遗物缅怀,你竟敢拦我。 地成恩这话占着道理,首格的侍卫面有难色。 一位年岁上青的太监从隔旁匆匆走出,看到北雀阁外的闹剧,一步挡在侍卫前朝地成恩行了一礼,不卑不亢地回道。 成恩居士,您该知道,此乃北雀阁。 此话一出,地成恩脸色陡然沉下,首格的侍卫挺直了腰板,精气神都硬朗了起来。 这太监名唤陈飞,平日里专职厮守北雀阁。 也不知当年寒夜是怎么想的,一座小小的楼阁还使了一对亲卫和一个太监专门守着。 众人皆知,北雀阁自建成之日起,太子禁令任何人出入。 曾言,非主人不能进。 直白了说,即便当年太子另娶太子妃,那北雀阁的主人也从来只是那位十几年前的帝家小姐,后来的靖安侯君。 地成恩脸色数遍,但终究还是按捺下来。 他吐出一口浊气,冷声道。 陈飞公公,我一定要入这北雀阁。 既然你是东宫老人,就该知道,当年我从泰山回来时,随身带了不少物品。 这些东西,我初回京时放在了北雀阁里,如今我来,只是为了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陈飞公公,太子已故,你难道连魏王人这点念想也不能全吗? 当初,帝承恩以帝氏小姐的身份回京,他自然想当然地认为这座北雀阁归他所有,从泰山上带回来的东西便全部运了进来。 后来宫廷动荡,朝堂变换,他的身份大白于天下,便将这些物品遗忘在了北雀阁。 今日他入东宫,本只想取些太子的笔墨遗物,被公额领着行走时,无意间瞧见了北雀阁,想起当年居于泰山时寒夜每三月所赠的礼物和生辰礼,不由心生惦念,想一并拿回。 陈飞神情一致,有些难办。 当年太子最喜搜寻奇珍异宝上品孤本这些玩意儿,每隔三月送上泰山,为被囚禁的帝小姐姐们。 虽然太子所赠是真正的帝家小姐,可那些年收礼物的,的确是帝承恩。 这承恩居士,当初您从泰山上带回来的东西皆是太子殿下所赠。 那又如何,你也知道是殿下赐予我所有。 那自然便是我的东西。 不远处,帝靖炎摇摇晃晃终于赶上了帝紫园的脚步,听到北雀阁外的争论,双手抱于胸前的。 姐,你刚才还说这东宫都是你的呢? 瞧瞧,话还没说完,就有人上门来要东西咯。 我不入这北雀阁便是,我只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太子已经不在了,这东宫我日后也不会再踏进半步。 你们跟着陈飞公公入殿,帮我把东西搬出来。 是。 帝承恩身后的士臂割下手中木盒朝陈飞走来,看着架势大有闯入北雀阁的意思。 陈飞面色难看,却又不好阻拦。 正是愁愁之际,一声清冷的问询在北雀阁外响起。 你的东西。 众人回首看去,帝紫园一身鱼白静幅,正缓步而来。 帝承恩神情一致,怎么都没想到帝紫园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东宫北雀阁。 帝紫园射击而上,停在北雀阁外。 陈飞和首阁的将士朝帝紫园行礼。 副管是苏海从内院匆匆赶来,正巧撞见了这一幕,吓得差点晕厥过去。 帝紫园的目光落在帝承恩身上,又问了一遍。 你刚才说,这北雀阁里的是你的东西。 帝承恩脸色通红,这话别人来问他自然不屑,可偏生是帝紫园问出。 摄政王殿下,这是我当年从泰山带回的。 那又如何?不是你的便不是你的。人从来不是你的,念想也不是你的。 帝紫园,你别忘了,是我带你在泰山受十年囚禁之苦,是我保住了你的命。 如果不是我…… 所以,本王还留了你一命。否则,你以为你当年种种如今之恶,本王还能忍你至今。 帝紫园眼底的杀意迎面而来,帝承恩心底猛的惊颤,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刚才你记忆说不再踏进东宫,日后就不要再来了。来人,送承恩巨矢出宫。 是。 帝紫园转过身,不再看帝承恩,北阙阁前守着的侍卫行到帝承恩身边,就要挟他离去。 帝承恩到底还要脸面,恨恨转身就要走,却被帝紫园换住。 慢着,本王欠你的十年囚禁之苦,这些年的容忍已全部还清。 下一次,你若再敢扰乱朝局,介入后宫,本王必不容你。 帝承恩,你好自为之。 帝紫园副手而立,没再出声。 帝承恩脸色惨白,狼狈离去。 侍卫斜着帝承恩的脚步声远去,北阙阁外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 帝紫园朝紧闭的阁门看了一眼,眼底一按,转身就要离开。 殿下。 陈妃急走两步,侧拦在帝紫园身旁。 帝紫园有些意外,却欣赏刚才此人护阁之举,耐下性子问了一句。 你是何人? 殿下,奴才陈妃,十四年前,奉先太子之命,看守北阙阁。 十四年前,正是寒夜修建北阙阁之时。 殿下故去后,奴才依着殿下每年的吩咐,栽种长丝花。 幸好,三年前花开,没有辱魔太子殿下临走时的交代。 难为你了,起来吧,你忠诚有家,北阙阁家跟你守着,本王道也心安。 殿下,刚才承恩居士想要的是太子殿下早些年送到太山上的东西。 奴才知道,您三年前入阁时,只在阁内看了长丝花海。 这第二层阁楼,您还从来没有进去过。 你到底想说什么? 殿下,十四年东寒秋暑,奴才在这里守了十几年。 只是想着,如果您有一日能进这北阙阁看看,这十几年也守得值了。 殿下,如今太子殿下已经不在,您既然来了,不妨进去看看真正的北阙阁吧。 当年北阙阁建成之日,曾有人感慨,帝都之尊在乾坤,帝都之贵在北阙。 可见当年,韩帝两家的联姻与整个大静而言是何等佳话,竟能让太子非公羽和帝王宫殿相比拟。 许多年后,帝氏成为大静和帝王的禁忌,帝家被掩埋忘却, 这座殿羽也淹没在时光长河中,只有太子韩叶一人惦念。 长丝花海只是这座殿羽的点缀,真正的北阙阁二楼,弟子园从未踏足。 弟子园立在这座空置了十四年的殿羽下,喃喃自语。 真正的北阙阁,如今看与不看又有何用呢? 纵太子已逝,然而这些年太子如何待殿下,奴才在北阙阁,看得清清楚楚,总是希望不留遗憾才是。 北阙阁总管太监陈飞,首阁十四载,恭迎殿下入阁。 他身后,首阁的将士执己行礼,仿佛等待许久。 紧闭数年的北阙阁被重新开启,逆光下更添庄重古旧。 弟子园眼底引有湿润,沉默许久,终是抬步朝阁内走去。 弟子园在他身后,凝视着北阙阁大门缓缓关上,轻轻地叹了口气。 十四年恩恩怨怨,两族纠葛,这些不该让姐姐一个人待下来。 洛府,洛明熙独座高楼,一壶啄酒,一张古针,针声缭绕,引有清冷孤寂之感。 心语走近,笛声回禀。 公子,殿下已入北阙阁。 抚琴的首庭,未有言打,只抬手倒满一杯酒,一饮而尽。 北阙阁内,弟子园抚过南海红墓上的凤凰浮雕,踏着西域进贡的琳琅后坛,走过旋转木梯上的琉璃灯,射击而上,站在了北阙阁第二层的入阁处。 可这里,是和第一层截然不同的世界。 北阙阁第二层,是极致的简单。 楼阁中心,放置着一方木桌,桌后一排书架,书架上除了野石古书便是些小孩子的玩具。 一面窗前放着茶具,近南雨前龙颈的清香飘来。 一面窗前摆着棋盘,白玉的棋子散落在棋盘上。 屏风后一张不大的床,铺着浅白的床单。 床单上绣着咧着嘴大笑的娃娃,竟有几分斑驳老旧,像是小孩旧时用过的一半。 这里,和弟子元幼时居于静安侯府时的闺房一般无二,就连房间里摆设的物据也都是当年之物。 当年帝家被冤谋逆,静安侯府被下旨抄家,早被损毁的面目全非。 可寒夜竟将弟子元幼时的记忆和居所完全保留了下来,默默藏于这北阙阁中。 无比漫长的十年,纵寒帝两家决裂至此,寒夜亦未从想过这北阙阁有义主之日。 殿下,这房内的所有东西都是太子殿下亲手布置的。 太子曾经吩咐过,阁内的茶水不能冷,茶叶要常年备着,窗子要日日通风,不能让您小时候藏着的古书发霉受损。 当初承恩居士从泰山回来时带来的东西,也是殿下亲自遣人送进来,放在这书架下的。 那里头,是殿下十年来给您搜罗的奇珍古玩,每三月送往泰山一次,十年来从未间断。 跟着弟子园进来的陈飞在一旁说道,他朝书架右侧指了指。 那里有一口南木箱子,是殿下三年前,命人从军中送回来的。 三年前,军中?他什么时候前人送回的? 云锦城大战前,太子殿下的亲卫,亲自把这口箱子送到奴才手上。 说是殿下吩咐箱子里的东西,从此尘封与北雀阁,不必再开启。 弟子园神色几变,终于抬步走进房间。 陈飞在他身后默默行了一礼,悄然退去。 木桌后,书架左侧前,安静地放着十来个年代久远的箱子,里头是寒夜当年送到泰山之物。 木箱虽然陈旧,却很干净,显然平时让人打理得很好。 弟子园沉默许久,抬手一个个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很多东西,古丸,孤本,棋谱,匕首,纸灯笼,什么都有,却没有一样重复。 里头的很多东西像是被人把玩过的。 如果弟子园猜得没错,这些应该是寒夜贴身所用,或是平日里游历时寻到的小玩意儿或孤品。 弟子园的手在这些物品上一一拂过,那十年独自努力的寒夜仿若历历在目。 那些年,弟子园居于晋南,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 他只知道弟承恩代替他在泰山上被囚禁十年,却从来不知道那十年的寒夜是在如何待他的。 寒夜知道弟子园性子飞扬跳脱,他只是想让泰山上被囚禁的他过得快活些,好好地活到自己接他下山的那一日。 弟子园的手停在最后一个打开的箱子上,上头静静地合着一张泛黄的纸,显然是送往泰山的最后一份礼物。 弟子园心底微动,翻开宣纸,神色一正。 纸上的字虽然笔锋锐气,却透着几分幼致。 归原格。 竟是他七岁那年在寒夜面前亲手写下的《归原格》。 弟子园拿起宣纸,眼底泛起十几年前的回忆。 地家丫头,你福利真寒酸,书房连个名字都没有。 那一年,他出入京城,被寒夜打去,他性子执拗,当即为书房取了名字就要贴上,却从凳子上摔下来,脚腕磨破了一大块皮。 寒夜抱着他手足无措,一个劲地道歉喊大夫,那还是弟子园第一次看见寒夜慌乱。 这么多年过去了,弟子园成了大静的摄政王,当年那个抱着他的太子又何尝不是被消磨得早已不在。 三年前,弟子园以仁安乐的身份入京复仇,弟承恩亦从泰山归来,自此三月一次的礼物便断了。 弟子园突然想知道,寒夜察觉他身份的那一日,知道这十年被他欺骗,默默相待的另有其人时,可会有悲剂之感。 这些年弟子园行走在对寒家复仇夺权的路上,对一切示弱不见时,始终忘了问当年那个温和的少年一句。 你呼我半生,到头来落得如此结局,可曾后悔。 弟子园目光轻移,落在书房右侧的南木箱子上。 他猛地行几步,移到右侧,打开了三年前寒夜从西北送回来的最后一口木箱。 木箱里,放着十来张合着的画卷。 弟子园掀开,手轻轻一顿,眼底露出意外之色。 所有的画卷里,只有他一人。 闲坐书房,沙盘演练,策马练军,树下饮酒,回廊赏梅,目前独立。 那一年安宁忌日,弟子园守在青南城,寒夜来寄时曾在城中小住。 那时因安宁的死,弟子园以为寒夜难以原谅自己。 半月时间,两人虽朝夕相处,却几乎在青南将军府里毫无交流。 弟子园日夜练兵,每日回府时都看见寒夜在回廊休憩。 弟子园只当寒夜写写画画时欲情愉乐, 却从来不知道寒夜日夜所画的揭示自己。 那个时候,他便已经知道嘉宁帝遣十位准宗师主西北取我性命了吗? 云京城之战,也早已在他的勾画之中。 一封信从画卷中调出,落在弟子园脚边。 他一正,弯腰拾起,握着书信却不知为何不敢打开。 许久,弟子园轻叹一声,展开书信,目光落在信上。 信中的字迹苍净有力,熟悉无比。 子园,若有一日你见到死信,怕是你我此生已无再见之气。 只此一句,弟子园眼眶通红,已有诗意。 对不起,十一年了,从地北城那一日起,我便一直想对你说这句话。 可我是寒家的太子,我不能说。 我知道,云锦山一战后,我怕是回不来了。 这一战,为了大敬,为了你,也许是我最好的宿命。 我突然明白安宁执意要守在晋南城的原因。 这是我们寒家欠地家的。 不是欠你,是欠地家和晋南百姓的。 一百二十三口地家族人,八万晋南地家军。 子园,我们有血有瘦有心,欠下了血债,日夜不能寐。 若我以寒室太子的身份死在西北,这一时,至少作为大京太子,我能在死的那一刻无愧。 黄泉路上,再见你地家族人和那八万冤死的教士。 我至少能坦然面对他们。 这一生,大敬,朝堂,百姓,我都不服。 唯有你,我放不下。 可我们却从最初起,便是死结。 时间最可笑莫过于此。 紫园,我死后,我愿你放下过往,此后余生,能够斩焉。 不为地家女,不为金安侯,不为天下主宰,只作为弟子愿而斩焉。 这一句后,信上是整夜的空白,只是突兀的,在最后一角落里有几行字。 许是匆匆而写,透着点点苍凉,点点欢喜,点点悲戒,点点深情。 地子愿,我此生,忠义于你。 我不许来生之怒,今生得见,使我百事修来。 我一生求而不得,藏于心间之人。 是你,地子愿。 寒夜,绝碧。 寒夜,绝碧这四个字,由若惊涛骇浪,重击于心,植入灵魂,再无可逃避。 三年前留下的绝碧,那人早已做好此生死别的准备,将之属于高阁,更是不愿让最后这点心意为人所知。 寒夜,这些年。 我竟然,我竟把你逼到了这一步。 三年前死别,三年后胜利。 泪水毫无预兆地落在了这封绝笔信上,弟子园的手微微颤抖,早已哽咽难语。 当年那个卫抖他周全,在朝堂上步步为营的少年,担惊节律在西北为他踏入死地,和如今一身病骨目不能视的青年,在他眼底交错出现。 他半生心血浩尽皆知为我,总是嘉宁帝千错万错,他还有什么错? 数月前的招人殿里,弟子园曾对嘉宁帝说他和寒夜的这一生本不该是这样,可他和寒夜的人生会变得如何,为何要去问嘉宁帝? 这一生他们不负天下朝堂百姓却各自相复,不得善果。 我们半生好与此,凭什么值得这般结局? 弟子园和尚绝笔信,闭上眼,长长叹息了一声。 晚上,他睁开眼,同中光滑璀璨,一扫三年来的颓丧冷漠和进阁之前判若两人,竟有凛然不可直视之感。 他将归原阁的名条和寒夜的绝笔信重新放入木箱中,重重凝视一眼后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头看过。 北雀阁的殿门被重新打开,一直后在殿门外的弟敬炎心里头着急,见他出来就要迎上钱,却在看见弟子园的那一瞬间正住。 纵模样如初,弟敬炎却在弟子园眼中见到了四年前仁安乐入京时才有的张扬生机和凛冽霸道。 姐姐,你知道了。 弟敬炎一愣,朝当年寒夜居于东宫时的殿宇看了一眼,重重汗手,眼底吟有泪光闪动。 我知道了。 他这一声说不出的释然和喜悦,仿佛三年来少年的暮气老臣一日间尽数散去,胸中亦有浊气敌荡之感。 弟子园看得心酸,在他肩上拍了拍,抬步欲走。 弟敬炎,你可是要去世元帅府上。 不必再去了。 可殿下后日便要走了。 他这一走,天下之遥,以后怕是不会再回来了。 敬炎,以他的性子,决定了的事,我再去亦无忧。 那怎么办? 弟敬炎心里着急,他今日特意带弟子园入北雀阁,可不是让他们就此错过的。 弟子园沉默着望向师父的方向。 我从不听天命,只进人世。 这一日夜,弟子园先入洛府,后隐秘地宣一派的几位朝臣入尚书房议室。 登燃了半宿,直至半夜,几位大臣才悄然离去。 怨秦这两年一直留在地府打理事务,这一日吉利特意唤他入了宫,说是摄政王想念他的手艺。 几位大臣从尚书房离去后,怨秦这才把做好的桂花酿端进去给弟子园。 小姐,你要是念着我的手艺,我便留在宫里,日日给您做就是了。 何必还让吉利公公专程跑一趟接我过来? 怨秦虽说秦家小姐的身份早已大白于天下,这几年却一直未曾回秦府,而是留在弟子园身边替他筹谋解忧,兼帮帝禁言那个毫无整治家宅手段的世子达理弟府。 弟子园端着温热的桂花酿免了忌口。 你如今执掌着静安侯府的内务,事情繁杂,怎可日日陪我留在宫里啊? 康浅,即便是我想,静言那个小子也不会答应吧。 怨秦脸上一红,素来沉静的脸上难得有几分羞难。 唉,一晃你跟着我进京也有好几年了,这几年怨书在漠北,归系也陪着他一起束手。 你一个人守着偌大的静安侯府,静南那边的事物也都是你在大理,难为你了。 小姐说的哪里话,当年若不是小姐救下我,哪有我秦家沉渊昭雪的一日,能留在小姐身边为你解忧? 怨秦,心甘情愿。 怨秦,你到底是秦家大小姐,荆州秦是唯一的嫡系血脉,秦是一门风骨,不该就此断绝。 怨秦揉着弟子园肩膀的手微钝,眼眶见红,到底没有再回绝弟子园。 第二日清早,弟子园下朝后微服出宫,亲自去了右巷未见的府上。 这一日夜,原本备好车马准备第二日离京的寒夜,收到了一封来自福陵山的信函。 施政言得了寒夜的允许,替他看信。 殿下,弟家主,恕您既已决议离去,还请您隔几日在福陵山一聚,也好全个念想。 弟圣天是寒夜的启蒙之师,又是大静的开国者,在寒夜心底的分量一向很重。 他的会面邀请,寒夜无论如何也不会推辞。 弟家主盯到什么时候? 十日之后,弟家主信上有说,这几日在武图上有些进展,要闭关数日,岁月殿下十日后巧聚。 你亲自去回话,说既是他老人家相约,十日后,我必定前往福陵山一聚。 正言,离京的行程,便推迟十日吧。 是,殿下。 第三日,正是嘉宁帝桑月结束之期,弟子园身体已大好,正式复巢。 先帝驾崩前,虽未留下继位诏书,可大静是有太子的。 但如今帝是一门手握重权,弟子园亦是先帝亲风的摄政王。 天子之位落于韩帝谁家,如今看来还是未知数。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大静亦有北秦东迁两国虎视眈眈,应以稳定朝堂为上。 嘉宁帝桑月过后,这件事,头一份就要摆到明面上来。 况且,近段时间启云殿频繁召见韩世亲王和先太子旧臣,拥立储君继位的心思不言而喻。 不过,才七岁大的小太子,若没有在地家的认可下登位,无异于动荡朝堂。 今日早朝,朝臣们都已经做好了金鸾殿上争论不休,火药十足的准备,一个个头一宿养精蓄锐吃饱了才上了殿。 哪知还不等韩世皇族太子一派跳出来嚷着,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子继位大统名正言顺这样的漂亮话? 两朝元老内阁首辅魏剑,头一个站了出来,当着满朝文武朝王座上的摄政王和太子行了叩拜之礼。 以他魏籍人臣德高望重的身份,弟子元和太子都还未登位,这礼行的稍微重了些。 可他头一个站出来严立军之势,却在所有人意料之外。 魏剑乃两朝宰府,亦做过两位太子的太傅,简直大靖历朝以来十之八九的科考皆为他主考,说是天下文人的作诗也不为过。 但他秉承了百年魏家的文人风骨,再朝二十四年从不介入党征和策立帝君。 这次韩帝两家对垒,他闭门不出,早已称病在府,赴朝后尚是他数月来头一次登上金鸾殿。 没有人想到他会第一个站出来,但如果是他选择的帝君,等于得到了整个大靖朝文人的支持。 是已,当他以两朝元老的身份向弟子元和韩云行下大礼时,所有人都屏息等待他开口。 无论是太子一派或帝氏一派的朝臣都显得有些紧张。 臣未见,有本要奏。 这上是韩云头一次上朝,载府的朝奏他自然只能听着。 老丞相不必行如此大礼,今日复朝,诸事可疑,老丞相所奏何事,不妨到来。 诸事可疑? 摄政王这话说得有点意思。 他此话一出,太子一派的人顿时有些紧张。 若不是对未见的奏本胸有成竹,弟子元当不会说出这句话来。 我大静朝自四年前史,历经三国之乱,兵戈之灾,储君阵亡,帝君驾崩,诸事皆为国难国丧,实在不及。 如今,我朝新军策立在即,此乃我大静历朝之本,为免冲撞立军之大事。 老臣,奏请新军策立之前,先在朝内举行国婚,为我朝新军策立,先天皇道之喜。 还请摄政王和太子殿下,准老臣所奏,新刑国婚。 七十上下的老丞相在金鸾殿里中气十足地喊出这番话时,满殿朝臣足足愣了半声。 但朝臣们瞅着王座上眯着眼一副满意神态的弟子元时,回过了外来。 他们的这位摄政王,帝家的静安侯君,到如今可都是代字归中云英未驾。 若不是未见在金鸾殿里这般郑重地提出来,几乎所有人都要忘了这个事实。 或许是因为弟子元以握天下重权,实在寻不出男儿配他。 或许是因为当年那封太祖留下的赐婚圣旨太过深入人心, 以至于在先太子故去三年后已从未有人提过堂堂异国摄政王君的婚事。 但如今众人回过外来,看来摄政王为了帝家能登上至尊之位,终于愿意成婚了。 为何这么说? 因为这些年随着帝家势大,一到二十三年前的圣旨重新被大静朝臣记了起来。 太祖建国的二年,感念帝家善让天下之德曾经下过一道圣旨。 上面所述,静安侯和储君拥有同等的皇位继承权。 这道圣旨稀罕就稀罕在这句话上。 上面说的是静安侯,而不是静安侯帝永宁。 如今虽已历经两朝,但帝家若是搬出了这道圣旨,那如今的静安侯亦有登位的正统权利。 可现在在位的静安侯却是个女子,北秦蛮族多出女帝,大静虽民风开放,正通人和,女子继承家业未及人臣的未必没有,但女帝登基却从未有过。 帝子元若在此时将侯卫让给帝静安,让他有继位之权,实在有些落于下乘,必会受到天下世子的公结。 但他若是在新军策立前出嫁,冠以夫姓,那他自然便要让出帝家侯军主位。 帝家世子帝静安便可名正言顺地承袭侯爵之位。 届时,有帝是在朝堂的力量支撑,帝静安绝对有和太子韩云一争帝位的能力。 能上书这道奏版,看来他们这位历经两朝德高权重的老宰府已然选择了帝家。 想通了其中关键的太子一派和几位亲王当即变了脸色,安王眉头紧皱就要上前见颜,却比不上朝中帝家朝臣的灵犯劲。 几乎是在魏剑落下声音不久,帝家大臣们复义的声音便在金鸾殿上此起彼伏地回响起来。 请先行国魂! 好了,仲卿静一静,老丞相所奏有些道理。 咱们大静这几年的确多灾多难,先办场喜事,再离新军道也不迟,那就依卿…… 摄政王,先帝驾崩,朝堂应以新帝策利为先,这国婚之事是不是可以先缓一缓呢? 终于忍不住了的安王上前一步开了口,安王到底是嘉宁帝的弟弟,素来有些威望。 弟子园自然不能无视他的禁言。 哦?安王爷,看来是本王这几年做得还不够好,竟然持个把月再立新军,咱们大静朝堂就要乱了。 弟子园摄政三年,大静立志清明,正通人和,稳固得很。 别说个把月,就算是十来个月都没半点问题。 安王实在不好意思睁着眼说瞎话,有些脸红。 见安王不言,弟子园又道。 亦或是安王爷觉得本王举行国婚与国体有爱,有损朝廷尊严。 婚姻嫁娶乃天经地义之事,更何况先太子以王数载,弟子园年岁渐长,这些年为了大静出入沙场,买首正式,如今想选择个夫婿,实在是情理之中。 安王支支吾吾了半赏,硬是说不出半句反对的话来。 新军要立,国婚也要行,本是双喜临门之事,不过一前一后而已。 本王觉得,先行国婚并无大碍,诸位爱卿可还有意义。 金鸾殿上一片沉默,再无人胆敢有半句意义。 既然周围爱卿一决可行,那十日后,国婚将在昭仁殿举行。 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位君主会在金鸾殿上一脸霸气地对着自己的臣子说, 老子想出嫁,老子就是要出嫁,你们敢拦着老子试试看。 如今王位上坐着的摄政王,戴上了当年入京时的脾气和蛮横, 这句话一出,先行国婚的事便在金鸾殿上定了下来。 下朝的时候,倒是老韩家的明王换住了就要离去的摄政王, 问了一句至关重要,却几乎被所有人无意识忽略了的问题。 敢问摄政王,那十日后行国婚的人是…… 这话问出,已经散开的朝臣们一下子全都转回了头, 齐刷刷朝弟子园看去。 看看,虽说两家争地位才是国婚的真正目的, 可谁都想知道摄政王到底给自个儿挑了个什么样的夫婿。 先太子王后谁有资格立在他身侧, 想着大镜半壁江山。 可惜,王座上的弟子园并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 人选本王早已责定, 众卿不必忧心。 但他说这句话时,目光却分明在入朝三载如今以位列内阁的洛明熙身上停了停。 只这么一眼,所有人都明白了摄政王挑中的国婚人选。 虽情理之外,却意料之中, 如今的大镜朝堂能入摄政王眼的恐怕一直有这位了。 事已,这日早朝后,摄政王弟子园将于十日后在昭仁殿和当朝内阁大臣洛明熙举行国婚的消息, 传到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施家帅府。 国婚的消息传到施府书房的时候, 韩叶正抱着一钟茶净坐着。 初春的天意微凉,施政延进来的时候, 带了一丝淡淡的寒意。 施政延声音落定的时候, 瞧见太子脸上明显一愣, 似是朝自己的方向望了望, 但是极快地他又转回头望向窗外, 像是这一阵从来不曾有过。 施政延瞧在眼底, 有些不忍。 顾知道了。 终归, 韩叶只落下了这么一句。 他垂眼抱着已经渐渐冰冷的茶中, 再也没有言语。 施政延眼底满是不忍, 却不知如何劝慰, 只得轻叹口气出了书房。 只是他踏出院门时, 到底听到了书房里压抑的精心的咳嗽声, 那迟钝低哑的声音直让人心底发酸。 从这一日起, 师父上下都发现, 归来后目不能逝, 原本就有些寡言的太子, 更加安静了, 安静得仿佛寻不到一丝活气。 与此同时的北秦王宫, 鹦鹉殿内一阵惊心的咳嗽声响起, 久久未有停歇。 墨天脸色苍白, 半躺在龙榻上, 不过才三年, 他就形容枯稿, 已然是一副游进灯枯的模样。 静善立于他床前, 墨天辉退左右, 朝静善招了招手。 陛下, 过世, 朕还有多久? 臣还能护您三个月心脉不断? 北秦墨氏一族寿命不长, 几乎是云下大陆共知的秘密。 历来, 墨氏子弟多难活过五十岁, 但像墨天这般只三十五岁元寿 就走到尽头的去也不多。 墨氏族人男性天生心脉就有缺陷, 到了一定岁数就会有游进灯枯之兆, 无一人能够幸免。 事已, 每任国师在位时都会为主君炼制护心丹药。 只可惜, 静善号十来年之功为墨天准备的丹药, 三年前被墨天用在了莲兰卿身上。 半年前, 墨天心脉紊乱征兆出现, 没有护心丹药, 纵敬善耗尽一身本事, 也只能勉强延缓他大半年的寿命。 墨天到底是帝王, 心性不同常人, 虽不甘就此逝去, 但他死前还有太多事要做。 他三年前迎娶西家女为皇后, 两人的嫡子才一岁半。 虽西家重兵在握, 但有德王虎视眈眈, 年幼的嫡子想顺利继位, 亦是艰难无比。 果实? 宿贞的亲笔心去怀城, 让墨双回来。 陛下, 北秦国风开放, 女子地位素来不弱于男子, 已多有女帝。 墨双于军众长大, 威名赫赫, 看如今墨天的打算, 是准备把北秦交到墨双手上。 但三年前, 墨双就已经死在 大晶帝都的那场火灾里, 对世人来说, 早已是个死人了。 长公主, 如今的身份…… 无事, 朕早就安排好了。 朕死后, 回向北秦朝臣 和百姓搬下罪击兆。 言当初墨双王于北秦, 是朕一一孤行所安排, 这三年长公主, 为朕阮金鱼公主, 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陛下, 那您的名声…… 过时, 这三年狄子园摄政大晶, 他清立志, 兴尚浓, 重科举, 立雄兵。 大晶国立已非三年前嘉宁帝, 掌权时刻比。 反观我北秦, 内斗汹涌, 武将霸巢, 士族凋敝, 已是外强中干之态。 如今嘉宁帝甲崩, 帝紫园再无扯褶, 他掌权, 与我北秦没有半分一处。 忘远了书, 帝甲当年和我北秦有坑杀八万帝甲军的血仇。 三年前朕发兵南下, 破大晶数作成痴, 大晶安宁公主和施家满门皆摸于我, 摸于我北秦之手。 以帝紫园的脾性, 他定有灰尸背上的一日。 只有莫双回来掌权, 才能让王城安宁。 无论如何, 北秦也不能陷入内乱, 否则, 光有灭国之位, 朕的名声, 比起北秦的存亡又算得了什么。 墨天一起三年前, 军县城里弟子园的音容风采, 一时有些谎神。 眼底不知是静福还是可惜。 当年帝家军被坑杀在青南山, 果然是嘉宁帝和老北秦王暗中交易的结果。 十几年前, 大晶金鸾殿上隶属帝家之罪, 其中有一条就是勾结北秦, 叛国叛民。 如不是北秦王赦于其中, 只要说一句从未和帝家有任何暗中来往, 足以让当时的大晶朝堂陷入内乱。 只不过忌惮于帝圣天的威名, 即便是当时帝家已满门被诛, 老北秦王仍不敢走漏半点风声, 沿北秦牵涉其中。 静善在一旁听得感慨不已, 连连摇头, 见墨天已下定决心, 遂拱手道。 陛下, 臣这就去淮城, 带长公主回王渡。 见墨天面上满是眷色, 已是虚弱地睁不开眼, 静善愁愁半赏, 终是开了口。 陛下, 臣已经给您炼制了三个月续命的丹药, 带回长公主后, 臣就要离开王城了。 静善虽是北秦国师供奉于皇室, 但来去从不受君王约束。 不过, 这个时候有他在宫中, 无异于有一道强有力的威慑, 更能够镇住朝中那些痴媚亡凉。 他在这个时候要离去, 确实出乎墨天意料之外。 墨天睁眼灼灼地看着他, 见静善一脸坦然, 眼底平静无波, 终是轻轻叹了口气。 老师看着朕长大, 辅佐朕多年, 要去何处, 无需对朕说。 总是朕死, 朕已能保证, 朝内无人敢约束老师半步。 静善是朕天的授业之师, 但自朕天登位后, 便再也没有这么称呼过静善。 静善古井一般的眼底, 终于现出了点点温情。 他伸手替朕天把宝毯提了提, 替朕天盖住肩部, 垂下身, 低声开口。 陛下, 您安心休息吧。 您放心,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会替您保住北亲。 总是那人有一桶云下的帝皇命格, 我也会倾尽所有, 护下北亲墨逝一族的血脉。 大静帝都, 无论师父李那位是什么态度, 国婚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 宫里好些年没遇上这么隆重的喜庆事了, 摄政王的婚事是青天见见证则的吉时, 礼部功劳尚书背得移成, 各侯各府的主侍人更是亲自从自家的宝库里 寻了好些压箱底的奇珍来作为贺礼。 无论国婚后继位的帝君是谁, 有弟子元这个帝家住实在, 未来十年内大静朝堂必是帝家主宰无疑。 他的婚礼对现在的大静朝而言隆重程度堪比新君继位。 寒夜听到国婚后未言半句的态度 被吉利送至上书房的时候, 弟子元批阅奏折的笔尖明显顿了顿, 半赏才理了李婉秀, 眯着眼问。 信送到弗陵山上去了? 是, 侯君您的信是能再亲自送到帝家主手上的。 吉利不知道弟子元在信中写了什么, 只知道连帝位之争都不过问的帝家主竟会连夜修书一封送到师府留下太子。 见弟子元不再开口, 极力壮着胆子问。 侯君, 您说帝家主能留下殿下吗? 以殿下对侯君的感情, 说是连侯君亲自开口都不能留下他, 难道帝家主就可以? 我原本就不是要顾祖母留下他, 只是有些话, 孤祖母比我更适合告诉他。 弟子元话音落下不久, 骆明熙在外求见的声音便传了进来。 弟子元戈壁亲自下座相迎。 这次国婚, 他最要感谢的是骆明熙, 最对不住的也是他。 为了祝帝家重回朝堂, 骆明熙单惊节律, 到如今都未娶妻。 这两年入主内阁后, 更是兼顾朝堂分身乏术, 眼见着婚事就给耽误了下来。 这次他被满京城认定是弟子元的婚配者, 日后一亲想必更难。 当时弟子元入骆府以实话相告求于他时, 并未想到他一句都未多言, 便应承下来。 弟子元心里想着当日恳切相求的情景, 骆明熙已经尽到眼前。 他手里抱着厚厚一摞折子, 眉角带着倦意, 显示忙于正事多时。 弟子元亲手替他调了温茶放到手里, 看他倦意稍缓, 才安下心来和他商量事务。 骆明熙是为了这次恩科举子的任职和下放而来。 这些人是举国选出来的贤才, 将来必成朝廷公骨。 每个人的才华施展和去向, 以及将来的晋升都需要两人细心伤讨。 两人商议了两个时辰, 对这些人的安置大敌有了敌, 巨头松了口气。 天已见黑, 极力摆了吃食给两人用膳。 弟子元瞧着骆明熙, 和骆明熙越发疲倦的脸皱起了眉, 有些怒意。 太医院没有进心给你调理身体, 我怎么瞧着你的身子比过年的时候还要差了一些。 都到了春日, 骆明熙还是饱肠裹身, 现实更胃寒了。 不是太医院不进心, 只是我这病根好些年了, 胃寒又不是今年才有的, 也带什么心。 可别为了我斥责孙院长, 他这两年只差住在我府上。 骆明熙回得云淡风轻, 替弟子元加了一块鱼肉放到他碗里。 弟子元狐疑地望了他两眼, 见他一片坦然, 稍稍心安。 魏寒是骆明熙打娘胎里带来的病根, 这些年虽未痊愈, 但也未爱及性命。 这些年他一直用好药养着, 身体是差了些, 却也安安生生地, 没出什么事。 两人和和气气吃饭, 从小到大, 两人用膳食, 骆明熙都是紧着他的口味来, 这些年也都习惯了。 事宜, 这顿饭快吃完了, 弟子元才发现, 一顿饭下来, 骆明熙没吃上几口, 全给自己挑鱼肉了, 一时间有些不好意思, 忙给他夹菜。 你老是给我夹菜做什么, 我自己来, 你多吃点啊。 骆明熙眼底仍是温温和和的, 他笑着吃下弟子元手忙脚乱 给他夹的菜, 眼下眼底的怅然。 照顾你吃饭的习惯, 一晃也有二十几年了, 以后怕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子元先义一鸣, 若寒夜留下, 以后自然会有寒夜陪在他身边。 我也不适合在野这样的身份, 为他做这些事。 弟子元何等聪明, 自是明白骆明熙话中的寒意, 他素来视骆明熙为兄长, 并未听出他话中的深意, 只是有些抱歉。 他微意沉默, 才搁下筷子问。 明熙, 你为什么总是 有着我胡闹? 弟子元如今所做的, 对帝家和一心辅佐他的骆明熙而言, 确实是任性至极。 骆明熙抬眼朝弟子元看去, 浅灰的铜中, 雾染一片, 竟连弟子元一时都瞧不出里头的深意。 许久, 他端起小碗, 替弟子元盛汤, 笑道。 这几日, 我老是想起你出生的时候。 那一日说来也巧, 我随我爹去侯府走动, 正巧碰上了弟伯母生命。 侯爷在外面等得焦头烂额, 竟我和我爹来了, 死命地拉着我们陪他一起等。 这一等啊, 就是一个晚上, 你落地的时候, 侯爷对我说, 以后你就交给我护着了。 骆明熙顿了顿, 他抬眼朝弟子元看去, 所有情义深埋眼底, 只能瞧得出关爱之意。 他一字一句, 缓缓开口。 你是我看着出生, 看着长大的。 子元,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没什么比你过得平安喜乐更重要呢。 哪怕是我自己一事求而不得, 情义深埋, 亦比不上你重要。 大婚三日前, 夜, 芙林山顶, 地圣天一身纯白禁衣, 抱着本棋谱, 在梅树下小气。 一阵风刮过, 他睁眼, 抬手朝梅林外走来的人看去, 来人立在他十步之远的地方, 朝他拱手算是半礼。 即便地圣天如今位列大宗师, 以来人的身份半礼亦是足够。 地圣天起身, 一派温和的眼底带着淡淡的探寻。 阁下久不出北秦, 如今怎么有兴致来我大静帝都游晚? 地家主为登大宗师, 亦是一桩盛事, 即使老有, 当有此行。 敬善一身道袍, 长须白然, 手握浮沉。 帝圣天挑了挑眉, 朝一旁的石桌指了指。 坐吧, 当年苍山论剑一笔, 我们也有二十几年没见了。 二十四年前, 寒帝两家一统中原, 遇立大静王朝, 北秦东迁两国蠢蠢欲动, 帝圣天和泰山静玄大师 邀约各国宗师于苍山论剑。 当年静玄已真大宗师之列, 帝圣天更是整个云下最年轻的宗师, 两人联手震慑各国高手于苍山, 方有大静的安然立国。 静善上前坐到石桌旁, 他朝帝圣天手里的旗谱看了一眼。 帝家主果然还如当年一般, 喜好钻研旗艺, 只是不知道这些年你的旗道可有尽意啊。 帝圣天天纵英才却不善一旗, 在云下老一辈宗师里不是什么秘密。 早些年苍山论剑的时候, 不少打不过帝圣天的老宗师 都喜欢和他比拼旗道, 找点场子回来。 帝圣天眉头难得皱了皱, 摇着头颇为无奈。 还是老样子, 我钻研了几十年, 还是没折腾出什么名堂来。 不过我的奇异未长, 道长您的医术却是日渐精益, 就是道长不来, 于情于理, 我都该去北秦王城一趟。 无论原由为何, 道长相就家中晚辈之意, 圣天感激不尽。 不愧是当年灌绝云下的轻视人物, 但帝圣天这份胸襟气度, 世上万人伏计。 嘉宁帝和惠德太后十几年前, 灭帝家满门, 诸浸南八万铁骑。 韩叶为其子其孙, 帝圣天却能将之区别对待。 仍记得当年对韩叶的嗜毒之情, 护其余语意下, 确实难得。 不过, 也正是因为了解帝圣天的为人, 敬善才会来大敬帝都见他。 啊, 我不若帝家主一般大义, 我为何相就韩叶, 想必帝家主也猜到了。 啊, 帝家主这些年虽然奇道未证, 却交出了一个能一统云下的帝皇之才来。 帝家主的本事, 老道才是真正万般不及。 道长既出此言, 便应该知道, 他既拥有帝皇命格, 亦有了如今的成就。 便没有什么能让他停下脚步。 更何况, 当年青南山一役, 三年前的国破城王, 北清两代帝王, 总归要为他们做下的事, 付出代价。 见静善尴尬尴尬沉默, 面上隐有愧疚, 帝省天将茶杯搁在石桌上, 碰触清脆声响。 不过救了便是救了, 无论缘由为何, 我韩帝两家总归欠你一条命, 道长今日前来, 到底为何? 国军事务, 却有损国运, 我北秦穷兵独武, 也算尝到了因果轮回的夜报。 老道无力回天, 只是想凭微薄之力, 护得我北秦皇室一点嫡系血脉。 还望帝家主仁德, 成全老道, 一点遗愿。 静善的医术神鬼莫测, 冠绝云霞, 又位列宗师。 即便北秦灭国, 他仍可逍遥自在, 无人敢寻他半点麻烦。 但他却能为了北秦皇室, 甘愿放下一代宗师的尊严求于我, 一身中骨, 可见日月。 从静善出现开始, 地圣天便知道, 他是为了寒夜而来。 当年, 寒夜跳下云景山, 本再无生机, 是静善远赴云景救了他一条性命。 只可惜, 终归伤得太重, 命虽保住, 却自此目不能逝, 功力被封于体内, 宛若武功尽费。 可地圣天是什么人? 他自是知道静善既能在那种情况下, 保住寒夜的内力不散, 将其封于体内, 那自然也会有破解之法, 让他恢复内力和眼睛。 三年前他没有那么做, 只不过是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和时机并不恰当罢了。 地圣天起身浮起静善, 叹了口气。 道长可是已经决定了? 是。 静善汉手, 眼底一片坦然, 已有赴死之志。 那好, 道长的心愿, 圣天必为道长完成。 静善得了地圣天的承诺, 眼底献出感激, 终是松了口气。 两人相谈片刻, 静善便被寺中的小沙迷领着, 回福陵寺休憩去了。 静善走远, 地圣天仍是坐于梅树下, 春日已过, 年节时盛开的梅花早已凋零, 平添了几分, 惆怅萧索。 风吹过, 卷起地圣天面前的旗谱, 里面藏着的信函被吹开。 那是弟子园送来的亲笔信, 里面只有简短的一句话。 顾祖母, 唯愿您当年之憾, 不在我们身上重演。 地圣天护在弟子园身边十年, 这是他养大的帝君, 唯一一次求他。 当年之憾啊, 子安, 我能为他们做的, 也只有这么多。 第二日清晨, 福陵山的小沙迷亲登师家帅府, 说是故人相邀, 请贵人上山。 此时, 据招人殿的国婚, 正好还有三日。 寒夜随着小沙迷入福陵寺书房 见地圣天时, 地圣天着一身红衣屈居, 长发竖起, 正坐在窗边和一位老道长一起。 寒夜目不能视, 瞧不见, 施正言见到书房中的景象颇有些意外。 来了, 坐吧, 寒夜留下叙旧就成, 施家的小娃娃, 你且和外面的小道士混个熟络, 先出去吧。 是。 施正言虽是狐疑, 但未敢智慧地圣天的话, 行了一礼, 便出去了。 院外敬善的弟子林赵正候着, 看见施正言出来, 屈身上前对着施正言说了几句, 施正言眼底露出狂喜, 一把抓住林赵的手腕。 小师父说的可是真的。 我师父入大境, 就是为了殿下而来, 师父要用的药草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不过地家主说, 弗陵山乃京郊众似, 平日里上来诵经拜佛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 他的身份不便强令必死, 还请施元帅施以援手, 这几日守住弗陵山, 莫再让人进来。 以内力一致寒液凶险无比, 自是越清静越好, 施正言连连点头。 你放心, 我现在就修书去京城各府, 说这几日, 我在弗陵山为施家先辈祈福, 散避四门, 请朱家府上的妇孺, 这几日不必再上山。 至于京中百姓, 风声传出来后, 自是不会再来。 施正言转身离去, 一路风风火火, 满身上下输不出的快意高兴, 却是没有发现, 灵照眼中毫无喜悦, 只有一抹不易察觉的伤感。 书房中, 帝圣天只管和静善一齐, 连杯茶水也没有给寒夜倒上, 让他这个客人冷火吹烟的, 没半点受待见的样子。 书房里也是安静, 只有棋盘上棋子割下的声音。 帝圣天未回头, 冷不丁开口问了一句。 做好决定了? 是。 不会改变? 是。 和你祖父一模一样, 是个死脑筋。 这一句不痛不痒的埋怨, 一字不落地传进了寒夜耳里。 他笑了笑, 望向两人的方向, 避开了这个话题。 按现在的歧路, 想必是静善道长快赢了吧。 诶, 你这眼睛都瞎了, 怎么知道是静善在此? 帝圣天素来捐狂, 从不避讳, 埋他起寒夜来, 毫不客气。 三年前多亏静善道长相救, 才捡回了一条命。 静善道长拘于我养伤的竹方时, 常和莫双对弈, 听骆子声音, 便可变出是道长来了。 寒夜起身, 遥遥向静善行了办理, 算是当着家中长辈的面, 向静善谢救命之恩。 只是, 他却未坐下, 而是对着静善一礼朝下, 更深意义。 道长从不出北秦国境, 这次来大静帝都, 不知是否为了寒夜而来。 若道长想要寒夜报救命之恩, 凡寒夜能做, 必捷径权力绝不推脱。 但寒夜如今已是一介不一, 凡涉大静国运之重时, 不能随意允诺。 还请道长见谅。 不愧是寒帝两家 曾抱以众望的大静储君, 如此气度原则, 确实可贵。 大静有弟子园和寒夜在, 将来一头已是必然。 殿下不必如此, 今日我来福灵山, 一是为了和弟家主叙旧, 二也确实是为殿下前来。 只不过不是为了要殿下报恩, 老道这半年钻研古书, 寻出了能治好殿下眼睛的办法。 老道和殿下在淮城相交两年, 也算有些旧意, 故才跑这一趟, 为殿下重置眼睛, 还殿下光明。 以寒夜的性格, 除了不愿受敬善之恩, 将来让弟子袁难作外, 他若知道自己的一双眼睛 要用静善的命来换, 恐怕也不会答应。 果然, 然而是以寒夜的心性定力, 在知道自己的眼睛能治后, 也神情动容, 现出明显的高兴惊讶之意。 道长真的寻出了能治我眼睛的方法? 臭小子, 金山道长德高望重, 向来言出必见, 他说能给你治眼睛就一定能治好你。 道长为你治眼睛的药草和香房 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几日, 施政言会守在福林寺, 你安心治病就是。 只不过, 你若是治好了眼睛, 决定还是未变? 老师, 他身边, 已经有了更适合的人陪伴。 这是我和紫园最好的结果。 寒夜此言一出, 地盛天眼睛眯了眯, 也未在多言。 寒夜已然认定的是, 他现在说再多, 亦是无意。 转头朝静扇拱了拱手。 道长, 寒夜的眼睛, 就拜托你了。 静扇汉手, 朝地盛天还礼, 领着寒夜, 朝后香房而去。